为了提升原乡地区孩子的教育环境 达仁乡安硕村的阿路易教会 特别开设了陪读班 每天陪伴孩子在放学后 课业辅导 才艺 文化等课程 希望提供孩子接触更多元学习内容 也补足原乡地区缺少的教育资源 你可以去奇奇怪怪的顶子 可以啊 你觉得什么东西可以奇奇怪怪的 客服老师细心指导及定证孩童作业 这是达仁乡安硕部落阿路易教会 孩童每天放学后 就会来到教会写功课跟复习课业 也有才艺 文化等课程 希望让孩子接触多元的学习内容 除了课业学习 也免费提供晚餐 让孩子及部落长者温饱 办学的时候都去哪里 教会 干嘛 写功课 还有呢 吃饭 喜欢来这里吗 喜欢 我们只有两个夫妻嘛 晚餐就比较不好煮 所以如果是有提供这个晚餐的时候 我们可以比较 比较不用烦恼说晚餐要吃什么 这样子 热热的饭可以吃 我觉得 对我们老人家独自的都觉得是一个很好 很方便 然后也很健康的一个餐食 牧师表示 3C科技产品不断进步更新 渐渐进入人们的生活当中 扰乱正常的学习生活规律 而为了不被科技产生的负面因素影响 以陪读的方式设立陪读班 陪伴孩子学习成长 在过去是网咖时代 孩子下课大部分都是到网咖 那现在因为3C比较普遍 那孩子是玩3C啊 但我觉得这样子 因为为了补足就是我们部落就是像偏乡的家庭的一些落差 所以希望孩子不管是他们被爱或是学习的那个群衣不会被影响 牧师也提到原乡地区教育资源难以和都会地区相比 加上许多家庭是隔代教养 期盼逗过陪伴孩子提供完善的教育环境空间 补足城乡差距导致的教育资源落差 这讲解大人相报道 这讲解大人相报道